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DQUO 真是可怕 赤裸裸的被人监视 LDQUO 民众在国家面前一丝不挂 LDQUO 天眼前面看到的是平民 在后面光看的是权贵 LDQUO 也有网友调砍 LDQUO 有没有这样的天眼能够自动识别贪官污吏 LDQUO 有没有能看得出官员财产有多少的天眼 LDQUO 事实上 中国大陆的监视器已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 新加坡海峡时报曾报道 截止去年 中国全境已安装约1亿7600末监视器 预计在2020年将扩 增至6亿 2600末监视器 如果按照中共官方给出的人口数据来计算 几乎是每两个人 就可以分到一个监视器 饭店 商场 剧院 巴士 地点 计程车等处 都满部镜头 图片来源 除饭店 商场 剧院等公共场所 就连巴士 地点 计程车等 都满部镜头 浙江省甚至有中学安装监视器 监控学生情绪 浙江由中学透过监视器判别学 升上课情绪不仅如此 中央先前还提出的LDQUO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LDQUO 文件 农村也要建立LDQUO 安全监控网 LDQUO 在2020年前 乡村的区要完成LDQUO 全域覆盖 全网共享 全时可用 全程可控LDQUO 的影像监控联网 形成全国LDQUO 为本监控网RDQUO 但是专家对此并不看好 前英克尔资深软体工程施高木稍早对大纪元时报表示 人脸时别技术在国外早已研发成功 但是他没有用于追踪 定位任何一位公民LDQUO 因为他们政府觉得 这些拥途对民众的隐私权 对民众基本人权的伤害太大了 Ruco他说 西方普遍认为政府是一种LDQUO 邪恶的实体LDQUO Adlandity意思是 政府的公权力需要被限制 否则它的公权力会被滥用 LDQUO 政府的存在 仅仅是为了社会的正常运作 Ruco但是在中国大陆大向径庭 高木指出 大陆政府利用这种技术 对LDQUO 维权律师 上访民众 信仰团体 少数民族等众多人群 进行监控与打压 LDQUO 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